麦子玄的朋友们 咱们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VBS当中 关于字符串的一些操作的函数 这个的话呢 是在我们这个UFT 或者是自动化编程当中经常会用到的 那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这里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这个字符串的处理什么呀 函数 字符串处理函数 那么我们首先来学第一个函数 是我们的什么叫字符串的什么大小写转换函数 字符串的大小写转换函数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以示威导图方法给大家大概写一下 字符串的处理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字符串的大小写 大小写转换 那叫什么呢 叫L-case和什么呀 U-case 这个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当中 可能会用到 那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具体的案例 还是在VBSedit里面 那进行操作 假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字符 大家看一下 就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的来写 还是定义一下吧 X等于假如说是L-case A B C 接下来我们把X输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大写有小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全部找为了什么小写字符 对不对 那么相反的 假如说我们X又等于什么 U-case 假如说是A B C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是大写转成了小写 然后是小写转成了大写 一个是L-case 一个是什么 U-case L-case是叫大写字母转为什么 小写字母 那我们的U-case是叫小写字母转为大写字母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 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所以同学们把这个函数要掌握一下 要掌握一下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函数呢 其实呢实现的是两个字符串的什么 比较 两个字符串的比较函数 这个呢 在我们实际工作过程当中 也会用的啊 也会用的 那这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把这个就注释掉了 他定一个user什么呀 你看啊 username和password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username 假如说等于 章3 然后呢password等于13456 算了 我们就写这个username就行了啊 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的话呢 那我们定一个 定一个什么输入的username 那inun等于什么 input box 新输入用户名 接下来就可以什么判断 一幅什么呀 假如这两个字符串相抖 我就认为你输入的用户名是什么 正确的对不对 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办 用str 是什么呀 comp 比较两个字符 两个字符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username 第二个是什么inun 对不对 好messagebox 如果说他们的返回结果 大家看一下返回结果 如果说是什么 相同的话呢 则返回为0 相同的返回为0 否则呢 返回非0 那咱们这里面 如果说这里面判断 大家看一下啊 后面加n的一幅 对不对 我们运行一下啊 张三 好大家看提示的是相同 是不是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子的 strcomp 这个函数啊 如果比较的两个字符相同的话呢 它的返回结果是为0 为0的话呢 那它就应该执行下面这个语句 非0值 其实或者是大于0呢 可以执行上面这句话 所以我这个写法是反过来写的 大家理解一下 那也就是strcomp 这个函数 如果 如果字符相同 则返回结果 为0 否则 为 非0 非0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做字符比较的时候也会用到的啊 一个叫strcomp 这个 字符章处理函数啊 字符章处理函数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经常要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返回我们字符的什么呀 长度 字符章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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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准数 好 我还是把这一段注释掉啊 说定定 定 A A等于 假如是的 麦子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收一下message 包括是什么呀 把他的什么呀 这个字符的长度输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是不是8位 麦子 18个吧 字符章的长度 对不对 其实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些什么 数据逻辑的控制 用来做判断 如果说前面它是一个数据的话 就可以什么 通过数据的长度来做一个有效的判断了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的功能上也会用到 也会用到 所以希望这个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多会这些 这些其实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技巧性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讲了我们叫做什么 在我们这个变成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一个字符章就是什么 字符章的 替换函数 替换函数 replace 比方说我们同样呢 是有这么一个定义 把这个注释掉 定义 s hello 张三 假如说是这样的 现在呢 我要把张三替换掉 我们用replace一句 大家看一下 replace 后面跟什么 要替换的对象 我们这样写 看行不行 也就是我把张三替换成什么李四 然后呢 我们再把什么 ast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谱啊 啊 调用的时候不能使用括号 这样 这样没法替换的啊 那我们重新调整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可以的是不是 用这样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我把前面这个字符上输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里面的张三用李四替换掉 然后再把什么 这个字符输出来 啊 用这样的方法 在我们后面的话 也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写法 也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写法 把它的追踪结果也返回回来啊 那么replace 在这边看来应该是一个sub过程啊 不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它没有返回结果 所以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啊 了解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 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什么函数 还有一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叫split分割函数 啊 split分割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可以找一个对应的什么呀 这个 节点来分割啊 那这里面呢 给大家我们大概来写一下啊 我们来写一下 我把这个注释掉啊 定 假如说是 test 识讯 那么test的识讯等于什么呢 2.1.3 假如说是这样子 我现在要什么 一点号来什么 切割它 那这个是怎么做呢 如果说我们一点号的方法来 来切割它怎么做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啊 test sts吧 等于splt split 然后呢 前面跟的是 test 我们看一下 这样写行不行 何名是什么 用你所要 风格的那个 什么样 标识符 messagebox teststr s 0 我们先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1输出来啊 是一个输2是吧 第一个是2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样子 拷贝一下 因为它切割成了几个数啊 三个数 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数组 形成一个数组 那么数组 数组下边是从0开始的啊 所以说就是012 那么应该显示的是213 我们来看一下213 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 绿的函数来切割的啊 其他的呢 还有一些常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字符变量 那这里面呢 我就不给朋友们去讲了啊 大家呢 在后面学习的时候呢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多看一看 VBS自带的一些什么样 自带的这个编程帮助 里面和设计到一些什么 常见的这个字符上处理的函数 呃 在我们实际的编程时候 可能会用的啊 可能会用的啊 这个呢 是我 通过我的经验啊 在我们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这个字符上的操作函数啊 希望朋友们能够掌握 OK 这一次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